ID是Mr.O.R.D 然後我要報告是正式承諾追蹤網 就是當我們要選出一位執政者 例如說市長或是總統的時候 我們會去考慮他的執行力 那判斷執行力的方式 我們可以去看說他當初選舉的時候 端出哪些承諾的選後 他要兌現的多少 那在選後 目前追蹤選舉現況的 我們有比如說像科幣進出條或者是 就是蘋果日報媒體 他有做一個所謂的Promise Tracker 那國外 他們也有Promise Tracker 那大多也是由媒體來做回顧的 那通常都會有一個小編 來負責收集資料跟整理進度 那這個狀態想要做的呢 就是 相對於小編中央的 就是編輯的方式 我們想要做一個可以協作 讓大家可以協作的進度條 當選舉承諾有什麼樣新的進展 大家就可以把相關的新聞貼上來 並且由大家來認定這個程度的完成度 他就像是一個施政進度的共筆 那讓四年後 大家投票的時候都可以回來翻閱 那這個網站在手機上面瀏覽起來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的一個Mobile Web 對 對 好 我弄錯了 等一下 好 大概像這樣子有沒有問 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選舉一個執政者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現在的進度 有哪些還沒做 哪些正在做 哪些已完成 然後大家可以去點到裡面的消息 當初他選舉的時候 成功哪些承諾 然後他最新的進展是什麼 最後呢大家也可以來做平靜度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然後也是一樣可以選擇 欸 你看完這則新聞之後 你覺得這個 他是不是有做到這個政策呢 他是還沒做 正在做 還是已完成 大概像是這樣子 好 簡單來說這個網站 他就是結合了 選舉的政見承諾 然後 政見跟承諾 然後還有最後 後續的一些追蹤跟評分 那我們今天希望能做的就是 左邊這一些承諾 畢竟完全空白的共筆 其實不會有人想要看 那 政見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方向 他會寫在文化上面 然後 承諾的方面 則是一些 比較可以考核的東西 例如說 欸 你的審議會 有沒有做 然後你的名單是不是透明 這些都是可以去考核的 然後這些東西 會寫在白皮書裡面 那今天目標就是希望說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找 我們 這些政府也能放出白皮書 然後 之前的巡取公報是哪一些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本身 是寫網站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講網站 這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的大家可以來找我 然後 在 IRCWNID是MrRZ 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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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